好,繼續開會 接下來我們請二鄧英哀一演質詢 時間15分鐘 謝謝主席 還有我們公務部門的團隊 今天要就叫一下公務局 我這邊有一個 來,這一張應該是你們監管單位核發的 升降機的許可證 我想知道一下這個SOP的流程 申請這個是 大概跟我講是說 這一張是協會發的 不是我們公務單位 但是我覺得主管機關是公務局 監管單位能不能說明一下 這個許可證 升降機的許可證 說明一下 好,蘇處長,請搭護 謝謝主席,謝謝二鄧議員 這個叫做升降機使用許可證 就是由那個專業保養的廠商 向協會 保養市政府有委託六個協會來做電梯的檢查 做連路的檢查 選擇合格以後就會發這種所謂的 使用許可證,每個連路有效期就是一年 一年齁 接下來我要告訴你 這個電梯我是來看一下 從感官上 既然是我們高雄市 那為什麼我們打電話還要打電話到台北市 我不知道呢 從感官上我覺得說這個可以討論 既然你們是主管機關你們就要求嘛 既然在高雄市 那我們為什麼故障之後我還要打電話到台北市 怎麼樣 高雄市太 高雄市政府怎麼樣 太小了 一定是由首都 首都才可以接通這個電話 當然你們跟我講說這個會轉接 既然可以直接打 為什麼會不會轉接呢 我想問這個問題 來來來就叫一下 這個 這個是我們議會的電梯 下一個 這個看的不太清楚 這個也是 這是大樓的電梯 這是新大樓 這個電梯也是 幾乎大概八成都是打電話 必須要打電話到台北市 是02的電話 那不能用紅漆嗎 我要問的是這個部分 來就叫一下 請答覆 書記長陳達夫 老師跟二登議員報告一下 因為他這個剛才看到 他畫面上是永大電梯公司 所以他離偶的電話是他們本身 永大電梯的公司的一個服務專線 也就是說當然有兩種情況 一就是他打過去到台北的電話以後 他們自己來調派人員 因為有可能他是一個值班的狀況 那事實上電梯是不要20小時 就有人在那邊值班 所以他是由他們總公司來做 做所謂的 調配 當然也可以一言這樣建議 我們也可以來配合實施 就是說通告電梯公司 在高雄市駐地的時候 有他最近的電話 甚至是他服務的人員 但剛剛有說明過 因為服務的人員 可能本身他是一個值班的 所以那個電話基本上 他是一個不是固定的 所以很多的公司的方式 是有採取有台北總公司 只要你打電話過去 就是080這樣的概念 他就會指派 究竟或是誰是值班的 他去做究竟的一個緊急的救援 是這樣子的 所以我說萬一有緊急的狀況 我還要先打電話到台北 台北來派高雄的值班人員 那你沒有辦法直接嗎 直接就高雄市 他照理來講 既然是我們主管機關來管 我剛剛講的 這個部分你們可以控管 你們可以來做宣導 就是既然電梯 總共是我沒有意見 在台北沒有意見 那我們管線 總共是就要拉到高雄了 那從這個概念的話 我們也應該要 既然我們主管機關是你們的話 你們就應該要鼓勵他們 就要應該用高雄市的 這個電話 我們直接在觀感上 就比較方便 比較直接嘛 我想這個部分 可不可以改正 就是這個部分 我也覺得說我們議會的電梯 我自己做的奇怪了 我住在高雄 我還要打電話到台北 我覺得在觀感上 這個我值得我們討論 那我也是希望說 這個部分我們 雖然是小細節 我覺得是蠻重要的 電梯故障了 當然我剛剛講過 就是大廈管理委員會 他們也有一個緊急鈴 但是有些時候電話 真的直接在我們當地 還是最好的 這個可不可以改善 議員這個建議很好 我們從這個方向來努力 OK啊 那就希望能夠再近期 所有新蓋的大樓 我們有幾千棟嘛 都應該是以高雄市為主啊 好不好 那接下來 那接下來我要問的是新公處 大概就是按照 原住民工作保障法的第十二條 他說 以政府採購法得標之廠商 以國內員工總數 人數一百人者 因履約期間雇用原住民 其人數不得已低 總人數的百分之一 我想這個部分我們工程這麼多 到底我們呢 這個部分我們有沒有金融原住民 因為我們講的這個部分 是要促進原住民就業 到底我們自己公務部門 我們有沒有履行 這個原住民工作保障法的這種合約 來就叫一下新公處 方處長請搭訪 謝謝主席 謝謝兒登議員 那有關那個原住民 禁用的這個部分 我們目前是按照採購法的規定 都有在執行 那要是說他那個人數 未達那個百分之一的話 那也會按照採購法的規定 繳納那個代金 那你知道嗎 我們比如說我們今年度 大概總工程有多少 不好意思那個議員我沒有統計 我是不是會後提供給議員這樣 大約吧 你至少至少 至少有一些簡單的數據吧 因為因為工程它是滾動的 就是說有的案子 他可能近期陸續在花包 所以就是說可能有一個 有個day night這樣 OK 好 那你們有沒有繳過代金 有 是啊 是 那就是他沒有禁用到 你們就會被罰嗎 那代金大概有多少 代金的部分 我因為沒有經過統計 我不敢隨便跟你回答 是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促進就業 大概我們市府也有這樣的責任 就是說我們照顧弱勢的部分 那我們既然有採購 那採購它就必須禁用原民的部分 我只是想說其實原民的朋友 他如果可以承攬當然是最好 那他就可以禁用我們自己的同胞 那我們之所以我會提示 因為有些時候大的工程 我們沒有辦法承攬到 那至少說在這個就業的部分 我想說我們做我們公務部門 既然有這樣的法令 我們就按這個法令 我也覺得是很可惜的 用代金去處理 有些時候大家不願意 不願意找原民朋友的話 他寧可罰代金 他就是不願意找 不過這部分我們會鼓勵廠商 也督促廠商 就是盡量禁用這個原住民為主 不過原則上 我的概念裡面是禁用的人數比繳納代金來得多 目前的新公處的情況 希望是這樣子 就是說這個部分我們也盼望是說 在新公處裡面有很多的工程 也希望說按照這個原住民的工作保障法 在合約條例來協助我們原民同胞 因為我相信這個只是一個很簡單的 他們只是希望有一個就業機會 那從政府的角度 我們也希望能夠促進就業 也希望說在未來你們的工程裡頭 那就像你說的 你會把這個數據 也麻煩一下你們統計看看 我也想需要這個數據 也讓我們知道說 到底你們是不是真的按這個 原住民工作保障法來做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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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坐 那接下來要問養公處 處長 我們也謝謝 就是在過去造處長 他做處長的時候 特別也照顧原民 就是清掃公園這個部分 那我也聽到說最近 你們之前也想要說 把這個承攬外包 用統包的方式 這個方法也不是很好 我最近也看報紙 前應該是前幾個月了 就說哇 你五公頃的公園就一個人少 報紙燈的 但是不是事實我不知道啦 那我是希望是說 在這個部分同樣的 在促進就業的這個部分 也希望你們也能夠 照顧弱勢的這個部分 也能夠把原民納入在裡面 我知道你們有放進去啦 那可是最近好像大的放掉了 變成給他小了 造成有很多的民燃 那這個部分 處長能不能承諾說 你們在這個部分看 怎麼樣促進就業的部分 能夠幫助我們原民同胞 吳處長請當戶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我們養公處每一年有至少兩件 專門針對原住民的投票資格 我們有限制是要原住民的投票資格 來做我們的公園清潔 有兩件 那如果說是修剪數目 修剪數目的話 如果我們會嚴理 因為他還是要有一些專業的證照 所以這個部分要不要 要不要有一些讓原住民的公司 他們也是要再討論 因為我們不能說因為原住民來標 就一些規定專業證照 就不包含 這樣也會失去那個專業性 那至於一般除草 除草的話 就是他就比較沒有專業證照問題 那以目前來講 今年兩個我知道議員 議員有談到其中有一件 就是因為有一家公司 他一直他的資格 他的文件一直都沒有符合 所以後來我們就採取公開 因為本來是要找對方來議價 那因為他一直資格 都沒辦法符合 所以我們就只好再去找 其他的原住民的合作社 這個部分今年也都發佈出去了 那未來 未來我們會再注意這一類 就是提早在年底的時候 我們會把現在有在相關的一些 跟原住民的一些合作社 去跟他們去再討論一下 他們本身來投標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樣的 就是我們這邊有需要協助的地方 我們會再來討論一下 就像處長講的 大概你們可能他有一些沒有證照 按照你們的相關的規定 他也很困難拿得到 如果說他有辦法找得到 我相信有一些條件 當然我不是說要放寬到什麼樣的程度 那至少說他也有這些專業 但是他可能沒有這個證照 那有沒有可能用其他的方法 就是協力廠商能夠協助他們的部分 如果他們願意的話 那至少說你在修剪數目的這個部分 如果他們沒有這些工具 但是他們可以跟他們合作的話 這有何不可啦 那我是覺得說 我們如果你統包給大廠商之後 真的我們會失去那個照顧弱勢的這個原則 因為你大廠商如果整個包去 他最後還是找他們 那我也相信說 過去你們把這些委外 他們找的這些委外的公司 找的這些工作同仁也都是弱勢的 那倒不如說我們也有這一批 那你很清楚說我們圓民也有這個合作社 他們其實也是要的一份就業機會而已 那我只是要告訴你提醒你說 這個部分也希望啦 就跟新工處那種原住民的工作保障法是一樣的 能夠保障他們 其實他們要的也不多 只是一份工作而已 那是希望說在未來 或者是說你們重新再發包的時候也考量一下 這個部分我希望說我們也多 從市長的角度說要照顧弱勢的觀點 去照顧我們這一群弱勢的圓民同胞 可不可以這樣 這個方向來做 就是說我剛才講說因為我們今年都發包出去 那到接近年底的時候我們會再把相關的一些單位再找 因為剛才議員有提到我們如果大的同胞出去 那看我們是跟廠商鼓勵他們看能不能去聘用原住民的部分 我們會跟那個就是有做過我們的廠商 再跟他們開一個類似座談會這樣 那鼓勵他們因為他們也是在照顧 他們一般聘的也是有一些是弱勢的家庭 那在原住民這一塊我們會跟廠商再來跟他們鼓勵他們 就是說如果可以的話 因為原住民這一塊他們也有很多需要協助的 那跟廠商怎麼樣我們會跟他再來討論 如果像你講如果可以找到議價是最好不過 他本身旗下就有工人了 那直接在議價的範圍內 我覺得這個也是可以朝這個方向來做 希望養工處也好新工處也好 剛我提到監管處這邊部分也希望能夠如期把它完成 我想我的質詢就到這邊謝謝 謝謝 謝謝二鄧英來議員 那那個吳處長 我應該我曾經質詢過 因為據這個家庭的廠商跟我講 他說原住民在這個除草方面 他們的技術非常的好 那他們希望就是說能減速的跟除草的能夠分開合約 就是說我們可以直接找原住民啊 他們讓他們有機會啊 來標這個工程 然後由他們的原住民啊 去呃做這一件事情一定會做得很好 那你們可以考慮一下怎麼幫忙他們 能夠讓他們可以 呃有一個 呃去自己有一個公司 然後去承包這樣的一件工程 來給原住民有一個更好的一個就業機會 來給原住民有一個更好的一個就業機會 我也在這裡做這樣子的一個建議 那接下來我們請醫師坦大 哦 哦 對不起 接下來是李博義 李議員質詢 時間15分鐘 對不起 博義 謝謝 主席謝謝 感謝 辛苦主席 那也辛苦我們今天公務部門的同仁 一起來到現場 那從上一個會起 其實呃 我也是很感謝我們現在目前三位局長 你們過去都是在局裡最重要的主管 不管是主秘或者是副局長還是養工處長 那你們現在都貴委局長 在你們的任期內 還有市長到2018年的12月的任期內 呃 你們可以為高雄市做的城市的規劃的硬體的設施 可以在這還有兩年七個月裡面可以完成的 那我想每一天我們都必須要把握時間 那剛剛呃 我的議員的同仁 我的前輩 他已經擔任四任議員 那他對我們拆除大隊的這些指教 我認為他是已經議員的前輩 他也不會胡亂指控 但是拆除大隊可能 你也會有你想要說的話 我看你剛剛還沒有完成 欸主席我可不可以請拆除大隊長 把他剛剛的話講完 好 呃 我們現在請拆除大隊的薛 呃 大隊長 齁 來答案 謝謝主席還有謝謝李議員 哦 有關剛才林議員的一個質詢內容裡面 指控說維建大隊是大維建這一部分 首先我要澄清 這 現有維建大隊的建物都領有合法的使用執照 那要講這個開始 這個 原拆除大隊的使用是在原來作為婦女洗衣所 再有國民救援輔導所使用 那拆除大隊在八十年左右進駐以後 對於現創的一些建築面具都並沒有做任何的針見行為 以上報告 謝謝 那使用分區的部分能不能請督發局李局長跟蔡主大隊這邊看 這個市政府的部分可以怎麼樣處理 李局長請答應 那個 啊 謝謝主席 謝謝李議員 那就現在使用分區來講是公園 那不過蔡主大隊那邊的使照來講好像有一點落差 那所以我們這個有一些可能早期的歷史因素我們再去釐清 好 謝謝 李局長請坐 我想 把事實講出來之後 趕快跟我們林議員做一個說明 大家都是為了這個城市的進步 那 其實這個 使用分區的公園 跟我在上一個會期質詢的內容 就是要點亮公園在公園裡面做這種自償性 有可能可以來維護這個公園的這些 這些費用的這些建設是同一套道理 那除了這一套道理 除了這一套想法之外 那我們可以在其他市政府的公共建設裡面 可以多找出一些資源 來讓市政府這些公共建設日後的維護 有一點收入 我想這我們可能還是勉勵公務部門 繼續朝這個方向來邁進 我今天質詢的重點會放在我們左營的新台17線上面 新台17線 這條路大家講了很久 從我10年前進市政府服務 當時的 現在在台北市擔任副市長的林清榮 當時我們的獨法局長 他就拿著一張 一張 簡報圖 進來市長市 那把這一個 新台17線的這條規劃 簡單的畫出來 當然 市政府畫出來之後 我們要經過跟國防部的協調 那跟國防部的協調 也就協調了這10年 在民運黨還在執政期間 在2007年 2007、08年期間 我們都有看到曙光 但08年之後 就沒有了 更嚴重的就是說 在今年 2016年1月28 也就是在總統大選以後 國防部長高廣欣 他談國防部的未來 他最擔心什麼 他不是擔心台灣的漁船 在公海 或是在台灣的經濟海域 捕魚的時候 遇到問題 他也不是擔心台灣的國防安全等等 他最擔心的就是這個 最擔心土地被地方政府要求釋出 各位 我們現在拼的建設 不是在跟市民 不只是在跟時間賽跑 我們包含對中央的這些部會的協調 才是我們最 可能要花費最多力氣 花費最多力氣去跟他們協調 要卸任的國防部長 最擔心的就是 你地方政府來跟我要土地 我不管你是要來做什麼 我不管 來 各位 新台詞基線 我們目前規劃的這條路線 右邊 這裡 從這個介壽門進來以後 介壽路這個門進來以後 右邊 這是左營舊部落 再上來這一區 目前是軍區 但是這一個軍區 左邊它全部都是營區 右邊它只有一個大氣海洋局 它是一個比較舊的建築物 其他其實我們新台詞 時期穿過 完全沒有影響到任何這個沒有切斷它任何營區 在過去這些眷村改建 這些文化園區 反而會讓我們未來發展觀光 反而會讓我們未來要發展這些城市的觀光 交通會更有便利性 但是 軍區國防部長 他聽海軍的簡報 他在意的是什麼東西 在我這個介壽門的這個鋼燒裡面 只要離以內都是我軍區的範圍 但是 他軍區的範圍 他是藏起來沒在營啊 他是站起來 他旁邊都不是他的營區啊 他這些樹木 他整個海軍的中正路 其實我們可以 杜八局這邊 我建議你們如果在跟部會協調的時候 我們可以建議他的介壽路這個哨口 往這裡移 那其他的哨口往後退 其實這裡 都是可以開放給未來 我們左營發展眷村文化觀光園區 很好的一個園區 而且交通不會影響到整個營區 而且在這條新台17線 的開闢 也不用讓國防部有拆遷 或代建的這些費用 所以 把過去也曾經停留在這個僵士紀念塔 要移都不用 我們只要把這個營區的外門的哨 往這裡移 這裡往這裡移 這個中正路這邊往這裡移 三個往西移 就是把營區往西移 其實國防部裡面沒有任何建築物有影響 這個道路的想法 你覺得應該把大部分的利器 放在新台17這邊 那 新台17如果 可以這樣子 來跟國防部做一個協商 我想新台17 後來的問題也只有在廣昌大牌這一邊 也就是進入到 宥昌男子這一邊 也只有在這一邊 只有開闢的經費會 會顯得相當的單純 那為什麼 以往人家都認為 只有在左營男子這個選區的 民意代表或是居民 他們對新台17會比較在意 其實新台17的開闢連帶影響到整個高雄市 西沿海地帶的整個漁港 漁港觀光 從子關、彌陀、家庭這邊下來的交通會變得比較順利 那也會彌補到 高雄市從民國90年以來 高雄地區、高雄都會區的快速道路系統 因為當時 包括時代演變到現在 我想等一下也請教都發局長的意見 對於快速道路的興建 在市區快速道路的興建 您的看法是怎樣 那如果 繼續沒有這種市區快速道路的興建 那這一條新台17線 它剛好可以彌補到整個高雄市 西部的交通 西部縱貫的交通 的這些 便利性 那整個西部的發展 會高雄西部沿海地區的發展會比較好 那昨天其他藝人他講到這個介壽錄 介壽錄他的問題 局長我跟你 我跟你再補充一下介壽錄的問題在哪裡 介壽他這個重拾社區 我就住在那裡 那重拾社區他過去 他也是軍方 眷改之後出來的新社區 那目前這個社區也住了很多人 也有大樓 那會有停車空間不足的問題 就是在 我們在開放這些大樓 在經過我們的都省 或者經過我們的都發局跟建管處這邊的同意之後 其實大樓地下室的停車空間是不足的 到地下室停車空間不足 就變成要停到路面來 那當地的里長就有建議這個介壽錄 你原本只有兩個車道 那你的慢車道這邊 是不是在增加這些路邊停車格 那問題就出來了 你這個公車他要經過的時候 機車的空間就很小 看起來就會很危險 所以會有必須 會有去跟養工處這邊去會看 其實這個圍牆以外的地方 還是高雲市政府的土地 那這個建議可以拓寬 那我是建議 不一定拓寬 但是為了這一個 畫出來的停車格 然後影響到這個停車安全 其實這邊圍牆以外的這些草地的土地 也不用移速啊 你想辦法讓它裡面可以進去停車 開啟個出口 讓它裡面可以進去停車 然後把這個地上的這些草地 稍微整理一下 不用花什麼錢 而且這個停車 這個簡易的停車廠 還可以收費 目前整個介壽錄上的這個停車空間 是沒有收費的 所以整個問題其實跟整個都發 跟整個公務 都是有一些連帶關係 我們可以用最省錢的方式 然後做到讓行車也安全 做到讓社區的居民也可以接受的方式來做 那這個等一下想要聽一下局長的看法 那第二個我講要講我們國道10號的問題 今年初我還打電話去立委的辦公室 去請託 國道10號這個延伸線到高雄市區這一段 為什麼 為什麼路這麼不好 為什麼我要往西行到翠華路的時候 為什麼路這麼壞 是不是立委在跟交通部爭取說 國道10號我們這些東西向的這些快速道路 不要收費的時候 所以交通部擺爛就不幫我們修 結果立委才跟我說其實那一段 叫做高雄都會區快速道路系統的第一期開發 所以從文字路到左營高鐵站那個高架 還有到翠華路這邊 其實是你們高雄市政府必須要維護的道路 我聽得也嚇一跳 那所以在其實東向 東向還好 就是我們要上這個10號這一段是還好 路面是還可以的 但是西向就是我們要下翠華 跟我們要到那個高鐵站這一段 其實也建議公務局這邊是不是 也可以跟交通部爭取看看 那如果真的爭取不到 那市政府是不是也應該來做這一面道路的這些跑步 等一下也請公務局趙局長一起做一個回應 那第三個 公務局養工處這邊我還有一點建議 我跟你們去會看了好多地方好多次 那我聽到一句話就是說 先進國家的這個人行道 都是有都沒有做這個波度的 因為你們不會有那個車子會往上來 會停上來的問題 那其實這個東西跟台灣的這個機車很多的特殊性也有關係 我們為了防止機車上來 所以我們往往波度做得很大 但是其實我在推嬰兒車的時候 我碰到這個波度我也會覺得不友善 所以你同時在防堵機車的時候 然後請你是不是也考慮有很多這種爸爸媽媽們 推著嬰兒車走路還要在爬起爬落這樣子的問題 這個請未來處長這邊也多這方面也多加用心 那請公務局長 趙局長請答覆 謝謝主席謝謝李議員 有關新台17線的部分 他們說是南高雄到北高雄或北高雄到南高雄 重要南北的交通要到 所以我們對這個新台17的開閉 相當相當的重視 那其實這個開閉的工程 在我們公務局這邊已經都完全 已經都設計OK了 就等金方的土地無償使用 還有我們也計劃納入我們 內政部營建署的生活圈裡面來辦理 另外剛才的議員在說接受路兩側綠地的部分 那這方面要來做一個停車 要來做一個檢疫的鋪品 這個我們會跟交通局來合作 就到現場來勘察一下 如果兩側的鋪品就是那個可能錢也不多 跟開閉的錢是完全不一樣的 兩邊的錢是不一樣 開閉跟檢疫的鋪品兩邊的金額相差很大 所以我們跟交通局來現場會看 看如何來佈設停車格 另外剛才議員在說的就是 讓大中二路由文字路到淬乏路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其實我們跟交通部這邊 其實它有一個分界點 就是在文字路的分界點 再往南的部分 是由我們公務局養工處來這一個維護管理 剛才議員在很關心就是 我們這段路不賣 甚至閉嘴也不賣 你如果自己有開車過都這樣空空空空空 這個部分我們在今年度 我們有籌款要來做一個爬撲的動作 以上 請再給兩分鐘 謝謝 不好意思 其實再一分鐘就可以了 局長你請坐 謝謝你正面的回應 我想就是我們要用最省錢 而且又可以解決根本問題的方式來處理這個借收錄 謝謝局長你的正面回應 另外這個國道10號這個也感謝你 那另外國道10號還有一個最重要的 我從以前還在市政府工作的時候 就一直在拜託我們局處這邊可以幫忙的 就是國時接國以北上 國時接國以北上的東行的部分 那東行的部分目前 其實交通部這邊已經核准了一個計畫 就是有關4億2千萬的這個計畫 那但是我們新工處目前提出來這個計畫是 有稍微做一些工法的修正 是6億4千萬左右 那裡面插在22支橋墩減了10支 那原本施工期間下面的路行 從2.2米增加到3.5米 那以後的永久路行從5.5米增加到6米 我把它這樣子加起來 也就是10個橋墩加0.5米的 就是50公分的永久路行 這樣可能要增加2.16億 這個我們可能在總實行的體驗再來做一些討論 因為這一筆雖然目前交通部已經核准 但是中央政府這邊財主這邊還沒有核准 那我們希望趕快動工 我們也希望趕快可以看到這個 我們左營這邊要上高速公路不用再下大中路 這條路確實是必要的 但是怎麼樣可以用最節省的方式 然後又可以趕快動工 這是我們期待的 這個總質詢起見再跟局長這邊做一個討教 謝謝 謝謝 不用回答 好 謝謝李議員 接下來我們請伊斯坦大貝亞夫政府議員的質詢 時間15分鐘 好 謝謝主席 各位議會的主管 一位同仁媒體記者先生 大家早安 原住民在台灣已經幾千年了 但是我們原住民的保留地 總是在不同的政權 常常用行政暴力 不但是剝奪 也作為規劃用地 都沒有經過原住民的同意 轉型政暴力 轉型正義的時刻到了 我就 我所看到家鄉保留地的狀況 要討教主管單位 梅山 桃園區的梅山里 在化尾一山國家公園範圍之內 我們的保留地 就是沒有經過 我們當地原住民族 鄉親的同意 也把農地化為國家公園範圍內 造成我們農地使用的權利 受到公園法的法令限制 不斷地送到法院 101年 我曾經啊 帶過我們的鄉親 到內政部的營建署 他們正在召開 五年一次的檢討會 我拜託 當時候的審查委員 放手 不要再把梅山里有關原住民保留地的農地 劃為國家公園範圍內 審查委員會 審查委員會 當時候的決議 就是通過了 要劃出國家公園範圍內 經過了快四年 為什麼 到現在 還沒有完成公告 那麼 當然這個牽涉到 營民會的業務之外 我們地政局 到底 你們的作業 什麼時候要完成公告 把梅山的農地 劃出國家公園法 請局長答覆 地政局的局長答覆 王局長 請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伊斯坦大議員的一個關心 關於這個梅山段的土地 劃出國家公園的部分 剛剛議員也提到 是在101年的時候 這個已經公告 玉山國家公園計畫 第三次通盤檢討的時候 就已經把它劃出去了 那劃出去以後 就是要恢復到原來的一個編定使用 那原來的編定 使用 也許是森林區 或者其他使用的分區 那這個就牽涉到 原住民的一個土地的一個基本法裡面 必須要經過這個 原住民族 原住民族的那個 取得部落的一個共識的一個規定 那這部分呢 基本上是 原民會在辦理中 這部分我們會在 積極的跟他聯繫看看 他辦理的情況怎麼樣 從開始 化為國家公園是不斷的抗爭 的權利案 比較高 但繼承 有的農民 經費 有問題 沒有辦法順利 繼承成為他的主產地 很容易 並成為中華民國 由園民會 去保管的用地 這個也不合理啊 這是違憲 這個人民的財產 這個人民的財產 國家不可以採取用其他的法令 因為你是油氣用地 繼承很貴 你拿不出錢來 就變成中華民國的土地 這是違憲 所以我也要就叫我們的地政局的旗掌 當然也牽涉到 人民會的業務之外 尤其用地 因為你們是專業 能不能變工為一般的農牧用地 這個是我們地方 桃園裡梅秀台的農地的鄉親 拜託本席議員 不可以常常用違憲的規定 隨便變工原住民的土地的地墓 那麼我請問局長 能不能把桃園梅秀台的用地的地墓 變更為一般的農牧用地或漢地 請局長答覆 黃局長請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義士坦大議員的一個指教 關於這個美臺地 梅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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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部分 因為是靠近這個少年溪風景區 所以當時在編定的時候 就列為這個風景區的油氣用地 油氣用地 那如果說 這個地方如果要變更編定的話 那就必須要循著 變更編定的一個程序來辦理 就是要擬定這個新辦事業計劃 然後 建行 大概 五十幾種的一個 就是征選各個機關的意見以後都沒有問題 才有辦法來辦理這個變更的一個編定 所以如果說這個部分看我們怎麼樣來協助我們倒是願意去協助這些我們的原住民同胞來看怎麼樣來處理這樣的一個問題 謝謝 我們要把桃園 桃園裡梅秀台農地的原住民的農地 能夠變更為一般的農務用地 機長有沒有問題 謝謝主席 我們來努力看看 好不好 因為現在少年區在八八風災之後 整個環境都改變了 原住民當時不同意做油氣用地 現在轉型正義的時代來臨了 該尊重原住民的意願 不要再用油氣用地的地物 那區長 你聽到本席意見有聽到嗎 我了解 好請坐 還有一個問題 八八風災之前 高雄縣政府時代 訂了一個攬車計畫 就是從寶萊 蘇勒波 要到滕茲 八八風災 發生之後 整個環境改變了 我上次 有質詢過 我們的觀光局的局長 攬車計畫還要不要做 他的答覆是 因為環境改變了 已經沒有必要 再騰車做攬車的計畫 當時候為了 為了取得攬車計畫的用地 就把我們桃園區所有的保留地 化為六歸區的行政區域 當時候的鄉長就是高秀琴 當時候的秘書就是我們現任的區長 現英雄區長 這是罪人啊 但是呢 既然沒有做攬車計畫 我們的鄉親認為保留地應該要還給我們桃園區的七公首 請問地政區的局長 請問地政局的局長 這樣的案件 因為也牽涉到了民政局 原民會 當時候 為了攬車計畫 包括我們原住民的保留地 包括這三部落 包括高中的樂樂段 包括蘇勒婆的原住民的保留地 能不能還給我們桃園區共手 有這些被六歸區 應該要作為攬車計畫的原住民的保留地 可不可以 固換給我們原住民的七公首去管理 局長請答覆 黃局長請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議士坦大議員 這個 這個部分 這個問題 涉及到這個行政區的一個劃分的問題 我們再來跟那個民政局那邊了解看看 因為 這個部分 不是我地政局所管轄的範圍 但是我願意跟這個民政局這邊 跟延民會員這邊來了解看看 再跟議員做一個報告好不好 好 請坐 因為 這個牽涉到 是剝奪原住民保留地的一個行政處理 這個也是違憲 所以希望地政局局長 我們找時間 跟相關業務單位 協調 該如何 把原住民的保留地 貴房給我們桃園區公所去管理 好 再過來 我要談間地 很奇怪 我們臺灣原住民是臺灣的主人 我們住在部落裡面 從日暨時代到現在 我們房舍的駐地 都不是間地 中華民國政府 到底在搞什麼東西啊 日暨時代 日暨時代 我們的住家 日本人 就把它當間地 中華民國政府到了臺灣 在現有的部落 現有房舍的基地 就不是建地 改為建地的地幕 有困難嗎 局長 請答覆一下 這個問題 真的有困難嗎 改為建地有困難嗎 黃局長 請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議士坦達議員 這個地幕 在非都市土地的一個地幕 在民國89年9月1號開始 他就沒有在做這個變更地幕 跟這個權定的一個作業了 所以如果你要改成建地的話 他現在已經都不做這樣的一個權定 他是依照非都市土地使用的編定的使用地的類別 下去管制 跟這個 利用 就是依照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的類別 再作為這個管制跟利用的一個依據 他現在地幕的部分已經沒有在用了 已經89年9月1號就不再權定了 請坐 那這樣公平嗎 這是非常不公平的 真的是違憲 原住民是台灣的主人 住在這個部落 可能是兩百年 三百年 政府用89年的類似的計畫用地 就不能變更為地幕 這個合理嗎 我們就看到很多原住民的部落 因為沒有辦法並更為建地 所以他的防射是違法的 要開民宿就要開法 從歷史的角度 從主人的角度 對原住民現有部落的防射 在部落裡面 難道不能改為建地嗎 對政治局長 再給我答覆一次 王局長請答覆 剛剛也跟這個議員報告就說 現在是要看他使用的一個使用地 使用地的一個種類來做利用跟管制的一個依據 那現在如果說他是需要變更為這個可以做建築使用的一個用地的話 那就循著這個更正的一個程序來辦理啊 好 請就再給我三分鐘 好嗎 兩分鐘欸 好 請再給兩分鐘 OK 好 謝謝 也就是說 不是只有我們高雄市的原鄉是這樣 前台灣各鄉鎮 原住民的部落也都是如此 那我們高雄市政府 是不是可以突破其他的方式 老姐姐原住民現有部落內 是在部落內喔 現有的房舍的基地 是不是可以變更為建築 所以我希望局長 這一點要重視辦理 務必取決有關相關的業務單位 是不是可以用其他的共識決 來解決原住民部落內的房舍基地 改為建築案 我希望局長能夠重視 我們是院俠市嘛 院俠市 有院俠市的一些行政材料權 因為你可以根據原住民基本法 相關規定 尊重我們的意願 難道一個主人 租的房子 都不是建地 那我們是什麼 我們不是中華民國的國民嗎 所以這個就是違憲 不合理 好 下一個議題 美農 有一個主子們 前面已經 你們已經完成了一座橋樑 那後半段 往原住民的部分 有一座橋樑 它是具有現有的橋樑 私修多年 也危險 我們也辦過會堪 那麼根據公務局的 計畫經費 是兩百 為什麼到現在 你們都一直不做呢 嚴俠民的建議案 你們是看扁了嗎 因為有一個 我們公務員 在養公處 一個小姐 當天放會堪 回到其身 發生了問題 我一直放在心裡面 他有簽大 那一直到現在 兩百多萬人做不起來嗎 要往嚴俊民私修多年的 安全看護的橋樑 我問你們公務局 兩百多萬你們拿不出來 那我剛才以後的議員 跟你們質詢 這邊指定 這邊指定 那嚴俊民的建議案 公務局 為什麼到現在 公務局 都還沒有出現這個案件 請答覆 你要請誰 那個黃處長 請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醫師坦大議員 那個 阻止門橋的這一個部分 在上次的議員的關心的時候 也跟議員報告就是說 在這條路上的西側 在發電廠的西側那邊 也正在辦一座橋樑 所以議員這邊是首肯 就是說那邊的橋樑完成之後 再過來辦這一個案子 那目前 柯市裡面的線刊 回來是說 道路跟橋樑銜接的部分 道路的路寬 目前也是2.5米 那要是說要把橋樑 拓寬成3.5米的話 那道路的部分 我是有要求柯市這邊 再重新估算 是不是一併來辦理拓寬 那經費額度 能夠容納的情形之下 我們新公署會去處理 先跟議員這邊報告 是 是 對 那個醫師坦大議員 在104年的8月左右 有跟我交代 這部分我清楚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伊斯坦大議員的質詢 那 接下來 我想我們先 恭喜 我們黃柏林議員 明天早上10點 要就任我們國民黨 高雄市黨部的主委 先恭喜你 謝謝主席 那我們接下來是 黃柏林議員的質詢 時間15分鐘 謝謝主席 各位局處長 那我想這幾年本期對於高雄的財政紀律 他花了很多心力 那事實上我們也看到成果 每年的舉債 都一直往下降 那麼去年首度 這麼多年來首度 公債累積債務 就是設計少100億 就低於100億 但是 當然 那個 設計少是好事 但是事實上 他的債務還是一直累加 我也常用一個比喻 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現在要付利息的債務 大概3千億 包括基金 包括受限債務 以及 一年期以下的 大概到3千億 那各位可以想看看 我們現在的人口這麼多 那現在台灣一直越來越少指化 10年 20年後 那這個債務誰要來還 我們現在是 那10的人 跟這個債務 未來可能剩8個人 剩7個人 那個債務一定會更嚴重 所以 這個部分我們一定 也拜託各位局處長 就是說 中央有計劃的當特 我看你們很多計劃都去 爭取競爭型的補助款 這就是好事 如果我們有能力 這個部分能開發越多 我們自己的那個舉債 就不用那麼多 那 也 也要謝謝各位 因為這個也要有很多的創意 因為畢竟 大家都在唱 我們要去唱得贏 就是我們哪有特色 所以這個部分也 也辛苦各位 那 本期今天要提到 就是有關地震局 他 都有那個盈餘事業腳褲 那事實上大家知道 這幾年 地震局的平均地權基金 不只是每年 有時候給市政府 20億 28億 還有幾億的 同時 他還有很多 那個重劃區周圍的 資源的公共建設 我看有時候 一年有10億以上 那這也是好事 總是 如果有需要的 資本們的投資 那都好事 但是 我不知道去年 地震局 他原本編給市政府的 英語腳褲狀況怎麼樣 我這邊有一個資料 就是說 去年 高雄市政府整體的英語 預估要收 二十六億 但是實質達成才有十五億八千六百萬 等於 付了十億九千五百萬 那他的這個科目的達成率 才百分之五十九 我也跟財政局講 這個比社非標還不準啊 對不對 你本來你就預估 我要收多少 你就應該有把握達成 怎麼可以 我預估要設定二十六億八千萬 結果我進來才十五億啊 才達成百分之五十九 所以我想這裡面可能很大部分是地震局 是不是請局長答覆一下 黃局長請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黃議員的指教 這個 因為 去年 說實在那個景氣也不是很好 所以我們標的一個 這個成績 就沒有辦法達到疫期 所以 原本預估多少 後來腳褲多少 原來市政府他是希望我們腳褲二十一億 二十一億嘛 然後來你們腳了一半 因為後來 考慮到標售的成績 並不如意期嘛 所以 再加上那個 去年年底 因為黃帝合約的關係 所以 大概 結論 結論你們是腳了多少 所以 到最後那個財政局 他只有通知我們腳十億 對 所以你們有十億等於沒有達成嗎 是 少腳啦 少腳 因為他其他的費用已經可以來補足這樣的一個 長你請坐 那我就希望說 你請坐 我希望說 你們每年編多少 你就要有能力達成多少 如果你沒有能力達成就不要編這麼多啊 那如果這樣我就編五十億就好啦 我五十億的這稅入 我一扁稅數 開開 往正年底的 再舉債就可以了 這樣是不對的齁 但是做不到的 我希望 要謹慎 你要考慎 有兩個 有兩個 一個是果菜市場 一個屠宰場 那當然市長都希望他任內這兩個完成 因為果菜市場他現在我們事務的規劃是在北側 要蓋 就把那個拍賣場等等移到北側 然後地下市做自洪池嘛 這都好事情 因為 本市這六七年啦 我就一直都在說這 這好事情 然後路把它打通 從石泉路接絕民路 然後年底先打通一側嘛 先一側單向 那都好事情有做就有進步 那我希望要能貫徹 因為我知道上面還是有很多 有很多援助戶啦 戰用戶啦 什麼戶很多都還在 那你們這邊寫十月要動工 那我當然樂觀其成 我也希望較快而已做 那在這裡我也 第一個要拜託就公務局就盡數 這個如果能如期那當然最好 那我也要拜託都發局 就是他的北側 我們整個寶珠溝啊 就沿著舊絕民路過大順路 一直跟民族路這段 還有很多農業區 那這個農業區 我們在都市內事實上 已經沒有農業功能了齁 那市政府應該也要主動去整理一下 看他的使用應該是怎麼樣啊 不能說都沒有人沉寢 就放在那裡 那個根本都沒有辦法 他們要種田 要自己挖水井啦 不然就沒有灌溉用具 自己在那裡做生水井 在那裡灌溉家好像也不對 而且你想想看齁 接著我們把拍賣場 這個往北側以後 兩年後完成 然後整個石泉路 對不起 那石泉路 那個絕民路打通 你看這個地方就會變得相對很繁榮 不像以前啊 也不知道沒有人 很少人路過那裡 那北側這個農業區那幾公頃 我們就應該要有一點規劃 那這個部分 來請都發局長 是不是趕快把它列入一個想法 我們趁現在還有時間想一下 那個地方應該怎麼樣 讓它會更有價值 來請 李局長請當務 謝謝主席 謝謝黃議員 那這個是剛剛議員提到 是保住郭附近有三塊農業區 應該是所謂的農二十六 對 那之前並不是說沒有想法 或沒有規劃 那之前我確實在八十幾年 八十八還八九那個時候 曾經有提出這樣子的變更想法 那後來因為地主之間大家有非常分歧 非常奇異的看法 所以後來的財事就是說 讓它先維持農業區 那也是二十年前的事 八十幾下105 八十八 一百十七年前 所以時代已經在進步了 是不是你們沿著你們的要進 這個部分把它列入你們的工作計畫 不過這個農業區的部分 我想我有之前已經有跟議員討論過 跟議員說明過 農業區以現在的氛圍 就是都市計畫區內的農業區 各方的意見看法不一樣 那很多人是認為 是把它當成是都市的擴充地區 有些人是認為說 都市計畫區化農業區 有它一定的功能 希望呢 不只是在那個農業生產 自給自足的概念之下 或是緩衝的 那個地方根本不可能做農業生產實用 我懂 我只是跟議員如是引爆 就是各方的看法 因為你要看實用性 那個範圍那麼小 而且沒有水源 我是跟議員說 我們在食物上在審議上 就是起碼把它放入個案子 我們看來研究 因為你剛剛講的20年前 已經20年有很大的變化 光我們山明區的變化也很大 好不好 這個部分你們再研究 另外一個案子 好不好 請坐 那公務局這邊 等一下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 一併回答 就是那個本管路 局長 那個本管路 現在我們合併以後 你看本管路 就是從鳳山這邊的青年路 一直到高速公路交界 這整個本管路 事實上你如果在開 那路寬都不一樣 然後都沒有好好的整理 事實上那條路 每次都會開車 因為它的路寬不一致 那當然景觀當然也不好 那整個交通也不好 我在交通部門質詢交通局說 你們沒有去整理 那我們也沒有開路的能力 所以一定還是還是要回到公務局這邊 所以我也拜託局長 或者新工處長 跟交通局去 去我們 我們去現場看一下 這條路應該怎麼改善 第一個 我們當然讓它更便利 然後交通更好 第二個 也讓它更漂亮 因為 你要想一條路 而且你要把主席報告一下 這條路用途 很多人都是最後一次 很多人都去到旁邊 所以我們應該理應 把它弄漂亮一點 送它最後一層 大家都會遇到 應該把它用得漂亮 從本管路 這個從自由 這個青年路這邊 一直到高速公路交 我覺得 我們應該因為它用量真的很大 所以這個部分 是不是請局長這邊也想一下 然後還有石泉路這兩件事來請 趙局長請打呼 我們先說本管路 本管路它本來就是 在綠帶兩側綠帶是5米5米 中間的多次計畫道路是15米 其實剛才是有25米過 應該是很漂亮 應該是如果營造起來 是可以相當的漂亮 但是 剛才紀元說了很長 所以我們要來開閉這條道路的話 它整個平常 不要說半個禮拜 它平常就會测量很多 而且會交通阻塞 這是事實 所以我們如果在想說 要來開閉這條道路的話 他們說 如果整條路段 給估算起來 達到叫做20到21億 所以我跟我們同仁也在討論說 是是我們現有中間這個區塊 先給它做一個保留 兩側的5米 我記得兩側的5米的綠帶 早期在農機獎勵移轉的時候 這個區塊有部分好像已經被農機移轉了 那很好 我想有部分是一個公有土地 所以我們會很精準來算 在這兩側私有土地 到底的土地會是多少 這樣子來講 這樣子來演繹可能比較有意義 就一個比較可行的方案 可能會比較 這個區塊比較有可行的 成本效益的比較好不好 好 另外整個果菜市場的部分 頭頭的紀元在說 這有三大的功能 一個是四千路的開闢 一個是解決保住鍋 排水防洪的問題 尤其紀元 在關心孝順街的部分 另外就是整個市場拍賣大樓的交易的大樓 所以盡量很主席要做的 就是以那個 十千路的北側先開闢為六公尺 我想這個近期可以來動工 所以整個預算 我記得整個預算是十億九千萬左右 這是滿大的投資 我想這部分我們已經在進行 細部設計的部分 那當然細部設計 我們也會跟農業局這邊 還有一些就是工會這邊 和他們的需求 是不是符合他們的需求 所以這邊都ok的話 我想這個進度 好 謝謝 局長請坐 那最後三分鐘 我要跟大家談這個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過這個 賴賞千年之約 那麼就是台中有一個人 他過去花了三十一年 花了二十億 然後在大雪山的林場 種了三十多萬棵樹 那我很榮幸 上個禮拜五 我有去到林場去 他自己開闢的路 自己在林場內要超過二十公里 然後那個水管 因為種樹要水管 要要壓水 光水管園區就超過四十公里 我為什麼知道 他都要戶籍 所以那個累積起來就知道 那我要跟大家談一個觀念 就是說種樹 種樹就地球 那在座剛好也有大地主 地震局 然後都發局 然後公務局 你們未來都很可能在這地方 事實上 我在四年前 因美國邀請到 那個紐約市訪問的時候 他們就是這個 1 billion 就是十年百萬 百萬棵樹的計畫 事實上 這個賴賞說 種樹是一本萬利 賣百天 不用努力 天天漲停板 每天 雨天炭五十 大樂天炭雨後 每天都是炭的 那種樹的好處是 如果挖起來 你都要把它灌 每天都會長大 不像那個木材 你會煩到它 湯水你知道嗎 還會撩錢 這個地方就是說 它有很多好處 可以固炭 事實上你發現 如果樹木種很多的地方 它的水土保持 它的水的含量 以及當地的氛圍 一定都會更好 那就像我們常常去森林裡面 你覺得有分多金 有那個真好 所以 這個賴賞 它就是一個夢 花了三十年 那個很難想像 一個人 每天要開一個多小時 從台中的家 開到大雪山去 種八小時的樹 然後再開一個多小時回家 這樣三十年 三十年 不過它跟我更正三十一年 非常精準 我要跟大家報告說 那我們身在工部門 我們怎麼去推動一些 有益於後代 我常常講 我們做了很多的 所謂的資本投資 做了很多的硬體建設 是不是符合未來所需要的 那如果不是 我們只是徒增很多的文子館 徒增了很多未來的管理維護 事實上 大家也知道 我們的工部門的預算 一定會越來越少 我們的固定成本 越來越多 我也跟大家 我長期 有在追蹤高雄的財政 過去 我們一年資本沒有25% 去年只剩下14到15% 未來一定會更少 如果二十年後 我跟大家報告 到時候 六歲一定很少 六歲要很少 我們的負責再多 我們要怎麼運作 所以 現在應該也要努力去做 我也拜託各位局處長 還有各位同仁 在你們全港 如果有機會多種樹 要多鼓勵企業 多種樹 然後我們自己要帶頭 事實上 我跟陳市長講的那一年 隔一年他在3月12號 就辦一個直樹的活動 在鳳山 我忘了哪一個公園 我也有去 那我覺得這是好事 我也希望工部門能夠帶領 更多的市民 愛心企業多種樹 樹只要種越多 我想對我們的整個氣候 又可以固炭 又可以做很多的好處 那我想 這是一個好的事情 我們當然 我們也期待各位 我們可以出入一個賴桑 很認真 把他的財產都拿來整 不過這可遇不可求 未來還是要靠社會企業 來運作 那這總是一個好事 我覺得 剛好趁這個機會 跟各位有相關 來給你們做一個推廣 那再次 好 謝謝黃柏林 黃議員 接下來我們先處理時間的問題 我們質詢時間延長 向道會報告 我們質詢時間延長到周琳文議員質詢完畢 我們再行上會 接下來周琳文議員質詢 時間15分鐘 謝謝主席辛苦了 我首先跟公務單位的各位 局處長 跟各位好朋友來討論一下 最近這個名詞很行 尤其是這個我們未來的政治 上了一篇苦手文以後 引發了全台灣最重要的討論 大家在討論所謂的土地正義 轉型正義 居住正義 他中間的價值 端看你從哪一個角度去看 我相信他用都更的價值 要讓整體社會變更好的價值 引發他發了那個文 但是某一部分 為什麼還這麼多人跳出來 因為我們要捍衛的 真正的正義是 現在的時代 我們已經不容許民主政府 用他的權力 從人民的身上 拿走他的房產 土地 打著建設的名號 打著公益的名號 奪取民眾的財產 這個是很簡單的 捍衛自己的土地價值 跟我的居住正義 跟我的土地正義 那麼當然在台灣的發展 跟其實所有的 歷史下來 其實有許多執政者 其實為了執政 其實為了整個的國家的發展 其實都有 在過去的歷史 都有掠奪人民土地 的事件發生 比方說過去的年代的375 當初的跟著有齊田 我們以前的政策 政府一旦出來整理國家的土地 一定會從某一些人的身上掠奪他的權力 然後打著要再讓更多人享受的 名號跟目標 但是現在呢 我現在要講的是 比較接近我們現在的正義 其實是在哪裡 我用這個來談 繼承道路 繼承道路其實是我們 這個年代 這幾十年來 最會遇到 政府在整個都市計畫發展裡面 整個都市建設裡面的 過去這幾十年的過程 我們 把許多人民的土地 劃成繼承道路 都是為了這個建設的發展 這個城市的發展 但是我們到目前為止 因為我們國家的預算 因為我們的經費 我們絕大多數 應該是百分之九十以上 這些過去幾十年來 形成的繼承道路 我們沒有錢去徵收 我們沒有錢去徵收 於是這麼多年 其實我常常會遇到什麼樣的狀況 比方說有一天 我在五福路散步 大力的對面 有一對八十幾歲的夫妻 看起來是受過日本教育的 太太漂漂亮亮的 她就跟我說 議員啊 你怎麼知道 你很大 你走這條是我們家的 繼承道路 還沒給我證收 比方說 生日公園開幕的時候 我們大家都很開心 因為那也經過了幾十年的努力 我想趙處長你也知道 我們大家去生日公園 好好的看他開幕 周邊的鄰居很開心 我們要往仁義街吧 就是那個林雅分局 中間那一段 就有四十公分 它是完全沒有辦法 鋪路的爛路 然後一整條 然後你問為什麼 繼承道路 我們沒有徵收 真抱歉 就是整個生日公園 開啤到那裡 那四十公分沒有徵收 我也曾經在巴德路的融資屋社區 所有的里民在那邊辦萬聖節的活動 大家都過得開開心心的 旁邊有一條水溝 硬生生的就是便用鐵架圍起來 為什麼 整體的環境就那一條 因為繼承道路沒有徵收 而且還有人跑來我旁邊跟我說 這條這條 這條是有一個很老的 跟無教的公務人員 要拿去那裡的時候 他知道這是繼承道路買起來的 將來要等退休了 政府給它徵收 就是說整個都市的發展 其實形成很多這樣的狀況 但是 我們有限的繼承道路的編列預算 在過去都是往開大馬路 比方說北區 新的擴寬整條 因為那是最大的效益 也最大的效益 最少的金額 但是我們的舊社區裡面 最常看到的 我就 這張照片我想大家都不陌生 離市政府很近 就是最標準的 沒有徵收的繼承道路的地主 就在路中間種了一棵樹 這個上新聞恩次了 這麼多年來 處長很熟悉 這個是在縣正路的一條道路裡面 地主因為一直沒有徵收 於是他把它自己圍起來 讓所有的里林也不能經過 那你說 地主真的是願意這樣做嗎 我不認為 其實他最大的擔心 是如果他沒有這樣做 大家走久了 他等於這塊路就被充公了 那你說這幾十年他過得開心嗎 他圍起來他每天跟他的鄰居經過 瞪他 他每天沒有辦法跟鄰居開心的打招呼 你覺得這幾十年他們家過得開心嗎 一定不開心嘛 我其實今天要談的是 是不是可以來做一件事 像我們違建都有分類 優先處理 前後順序 是不是 是不是我們來試著 我們也把 高雄的舊社區的繼承道路的這一些 跟都市發展 其實你剛剛看 像剛剛那樣子的一條路 周邊的房子跟社區老舊都三四十年了 一條道路的整理 他絕對可以扮演這一個社區裡面 很好的 小花的角色 讓社區其實再造的一個新功能 所以我想建議 是局長 到底是豬發局公務局局長 我們其實是不是真的來做一下 繼承道路的編列 那比 而且我們公開 讓大家來排隊 我們把我們的優先順序 對社區有幫助的 是真的 這條道路需要開的 我們真的就把預算編出來 然後我們把那個比例的優先順序排出來 甚至我們也可以在排出我們的分類 ABC三大類之後 我們也可以 不一定 怎麼講 我們可以讓民眾他自己 自己來 如果你願意 你不要當丁職戶 你不要丟管給 你可以自己願意主動來 如果你是符合第一的 我們公開審核 也不要讓所有的民意代表 什麼誰來講這兩條 那兩條 我們公開審核 過的 明年就是我們 徵收的重點 那這當中需要有一些地主 他自己願意的配合 那也需要我們 公權力的介入 跟我們的分類 是不是這條道路開闢出來以後 對 民眾是有幫助 而這個分類裡面 其實還有一部分的分類 還有一個分類 也是我今天想要強調的重點 我們其實有一些繼承道路 或者是私設道路 他已經因為周邊的社區開發到 其實這一條路 已經不是唯一的通道 已經不是唯一的通道 好 這個照片是 應該是下一個 我們有一些 現有巷道業 或者是我們的繼承道路 他早期是只有這一條道路可以通行 但是因為經過我們的發展 周邊的社區的改變 其實他假設 他要出門 他的社區已經有三條大路 兩條大路可以對外通行了 如果是他已經被兩條以上的道路 替代的繼承道路 我希望我們主動做一件事 廢道 通知他廢道 我們把這一類抓出來 其實有一些上一輩都已經不在 我們把他通知 我們就廢道 這塊土地還給你們 我不要跟你懸在那邊 我政府又說你是我的繼承道路 我又很抱歉告訴你 我沒有錢可以跟你徵收 但是我的建設經費 又在周邊已經開闢了大路了 這一條這整個社區已經建構完成了 但是你這一條我還是要給你綁著 如果我們的分類裡 其實有很大的 有很小的一個步 比例是這樣 我們就做這個大功德 我們通知人家 我們足以廢道 我們把可以廢道的 卡住人家的繼承道路也分類起來 這是我幾個建議 我想簡單的聽聽 公務局局長的看法 趙局長請答應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其實在現有向道的部分 現有向道的存費 它是有匯道的程序 它裡面是有規定匯道的程序 至於說繼承道路 這個部分目前還沒有 那據我了解 不管是現有向道或繼承道路 它早期我知道在容積移轉的時候 他們很多是拿這個來當容積移轉的部分 這個也是有 就是因為那時候用容積移轉才買賣嘛 所以很多圍起來 並不是他周邊邊緣的那個地主嘛 平常容積移轉 那個容積移轉之後 那個土地就是變成私有土地了 另外剛才說 私有土地的部分其實都不困難 我們要開發不開發而已 說的是還在私人的部分 其實剛剛剛才說的 把前高雄市所有區域 在裡面所編 就是把它現看為繼承道路的部分 把它編號編序或者序號的部分 逐步來解決 這也是一個方式 那這個優先順序 其實就可以像我講的 對 對舊社區是有貢獻的 對繼承的道路跟馬路的通行 是有急迫性的 不管是對這個區塊 對社區有貢獻 或者是說 這個哪一個部分可以優先來處理 我想這個可能大家要及時廣益一下 因為有時候這個會 有時候 大家如果沒有及時廣益 可能大家的見解會 非常的不一樣 想要排隊急著希望你們徵收的 都會覺得它是第一優先順序 對不對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自己還是可以有一把尺 如果我自己公單位 我自己在管這個都市建設 我在管道路 我自己對社區的營造 我都沒有一把尺 那這把尺其實就是來自於公單位 所以我才會希望說 大家開始從現在去思考這個問題 我們在這個分類上 跟它的優先順序做一下 而且並且我希望 這個優先順序出來以後 其實可以把它形成一個政策 在將來我們的繼承道路的 徵收的費用裡面的編列的金額 跟它的 我們每一年要逐步達成的目標 它要有一個同等的比例 我希望是這樣慢慢的 而且 在我個人 我的意見 當然我相信絕對大家有不同意 在我個人的意見 是以能夠改變社區 完全活絡社區的新環境 這個部分為優先 沒有什麼 我就認為 沒有什麼比這個大眾值還要更來的高 好 那 對還有這個思舍通路的部分 思舍通路跟繼承道路是不太一樣的 但是某一部分的形式上的意義 比方說 在當初 生氣的人生衰 要這樣說 就是最早來到一個沒有人的地方的建商 它其實是倒霉的 因為以前政府沒有開路給他 所以他必須在建的時候 他必須自己 假設我這個建商 我買了這地我要蓋五戶 我必須提拨 多少比例的路出來 給你政府 政府才同意給他 給他蓋 因為你自己創了一條路 你捐出來 思舍道路 你自己捐出來 供大家通行 你才能夠讓你蓋這些房子 但是一樣 經過了三四十年的社區發展 周邊的大馬路更多了 但是他這裡就是思舍道路 為什麼最近這樣的人又出來了 因為彰化有一個地主告營的政府 彰化最近前一陣子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注意這個新聞 就是有一個思舍道路的地主 他本來都給大家走 走了幾十年大家也不感激他 大家都忘記 那是他家給出來的地給大家走的 於是市政府 我周邊也都開了地了 然後有一天他生氣了 反正也沒人感激 那可能下一代也覺得要用錢了 就把他圍起來 大家才發現 走 走他這邊 可能少走 少走十步路 然後去走政府開的路 有可能要多走十步路 所以呢 社區的民眾就去告 就覺得這還是我們的 但是問題是這地主告營啊 真的就是他家的財產嘛 那當初思舍道路建你們用的嘛 那現在政府已經開了三條路在旁邊 你這條路總得還給我嘛 那所以他告營了嘛 那於是最近就出現了一兩個地主 他們的狀況很接近 但是問題是他們卡在我們 我們市政府比較聰明啊 我們當初所有的建商 要蓋房子拿出來的私有道路 我們都有跟了建物綁在一起啊 所以他們現在是要不回去的 但那還是他們的財產啊 那我的意思是說你看 我們其實有很多的政策 到底對民眾來講 他老百姓人民來講 他到底覺得他公不公平 如果可以解 我都覺得我們就解還給別人 解還給人家大家都沒有損失 解還給人家也是人家應得的 好這個是 那最後就是高雄錯 其實有一個很圓滿的解決方案 那這個部分當然還是會有少數 極少數的人不滿足 那但是我在這邊我是想要提 以現在這個方案我個人是支持的 但是過不了門檻的那5% 過不了的那5%如果還在蓋 我是不是想請市政府也可以 公務主員也可以協助一下 比方說 他是不是可以有辦法 假設他蓋了10戶 然後他這10戶就是完全都不符合標準 那我們都心裡有數 這樣的案子他10戶就是掛 如果他今天是一個絞線商 他就是倒 那如果他還沒有賣 我們可不可以有一個方式協助他 讓他重新 如果他願意的話 讓他用變更或者是用什麼其他的方式 其實他可以 比方說兩戶改蓋成一戶 三戶改蓋成一戶 有助於他的損失 降低二分之一或者降低七分之一 或者降低三分之一 如果 因為他一定是原來建造申請的 他只是使兆拿不到 但是他使兆拿不到 其實他就是掛 那他也符合不了我們 就要降低了 他要降低一輪 他要降低四分之一 他要降低四分之一 他要降低五分之一 另外剛才的議員在說我們跟兩間變成一間 重點就是變成兩個基地變成一個基地 就是你的鑑壁力 你的法定空地是不是足夠 你如果第一就是退縮的部分 跟你法定空地的部分都足夠 那當然是可以的 好一分鐘謝謝 最後我再問一下處長 我想麻煩你回答我那個 記不記得上個會期 我在提那個鐵路地下化的三角地帶 它就是獨缺 獨缺我們的海旋路 中正路過到建國路的這一段的計畫 那謝謝你那時候也緊急召開了會議 那我想知道這一段的計畫 現在是不是納進來了 未來是跟著鐵路地下化 所有的重整是不是這一塊也一起怎麼做 好 趙局長請答覆 因為我們這麼厲害 看得很悠 其實這一個是一個代重的公園 其實這個代重公園 是由河北路 經過建國路 又經過我們那個土面開旋 那它的重點是在 我記得是在林雅的間里站 其實它跟我們的地下沿道是沒有銜接的 因為剛才以那個機關用地 考捷機關用地 所以這個機關用地 都花局這邊好像也有在 都邊也在檢討 所以那時候我有說過 整個我們的鐵路沿道的部分 如果開發完成 其實剛好是它的支線 這個是沒有納到沿道裡面 但是這條區塊我是覺得很重要 我們會一併來辦理 對 謝謝我們周議員的質詢 那我們今天早上的會議開到這裡 下午2點30分繼續開會 謝謝